好 我們看看 下一位型男主廚是誰 那請他出場 好可憐喔 明哥 OK啦... 我們...我們有請對 我們不是很... 有一點男生最讓我害怕的 就是吵架的時候啊 譬如說已經吵到一個段落 然後男生就會說 你知不知道 那我們已經心情不好 我們就會說... 他就會說 什麼叫... 知道就說知道 真的 都有人說 誰會生氣的還會說 知道 試著觀察 變態喔 男生那種變態喔 你們真的有這樣子嗎 會啦 會 你們會叫女生說知道 不要說... 其實妳說 對 妳怎麼知道 所以請問女明星最愛八卦的地點是 西煙室 平常我們在等通告的時候啊 化妝間 因為有時候會有記者來 那我們就不想在化妝間聊 所以我們就會躲到西煙室 然後就女藝人可能看 譬如說 就進去 然後看他們抽菸 然後就可以開始聊八卦 可是萬一譬如說 你們是要講明星之間的八卦 就像攝影師不就是也順便聽到了嗎 攝影師他們也很八卦 還是說八卦 我覺得攝影師算是... 攝影師算嘴巴緊的 很少從攝影師那邊聽到八卦 沒有 沒有嗎 攝影師他們抽菸還會說 真的 攝影師大哥你們應該都有看過吧 如果有曝光或露點的 你們不要臉耶 真的 你要小心 這些人都很可怕的 我真的以為他們都是什麼 超級大好人 真的嗎 錯... 所以殊不知道 他們在戲演的時候 講了我們兩個多少壞話 一定不是我 一定是妳的 肯定都是妳的 不然妳想怎樣啊 妳想怎樣 媽 妳在裡面 因為你知道嗎 我也覺得耶 真的 我要講一個 因為在RE通告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有把我們傳的 傳說中的那些真實藝人的姓名 講出來 可是我跟製作單位講 上節目不要講 對啊 所以你們看到那個 剛剛當是沒有真實姓名的 因為我們兩個 都沒有看到名字耶 對 製作人都知道 因為今天製作人多不要臉喔 他就說 那個這是今天的腳本 然後我就看我說 怎麼都沒寫名字 他說 對 妳看 對 然後我還說 那到底是誰啊 他還說你們節目上問啊 轉個屁啊 我不要再吃這個叉叉便當了 他就說 可是這下很有名耶 然後就一直死性不改耶 然後最後是我還把那個... 那個什麼 台誌園那個雜誌 接受訪問雜誌 丟在那個製作人面前說 我要跟他一樣的 他們才漸漸幫我改變 妳這麼小孩 妳要靠邰哥才能夠吃得到 對啊 康熙完全不在乎我的感受 而且以前我就生小孩啊 那個中間的老闆都說 對 這很罕見耶 對 可是我在... 妳不相信他的口味 我要留一點味給其他的朋友 沒有 妳先吃 那妳咬一小口就好了 小口拿到大口 因為咬不掉 咬不斷 我才會斷啦 真的是... 所以這一家是 妳經過妳的認可是... 這一家還是用台灣的雞啊 沒有配雞飯嗎 就是雞一定要蘸醬油 或者是辣椒 或者是蒜頭 才比較好吃 不是每個都加喔 妳怎麼會這樣 都加完 我都加完的 妳自己選一個 每一種口味試一下 而且它那醬油還不一樣對不對 怎麼樣 好嫩喔 心裡面覺得怎麼樣 嫩 但是已經算乾了 很嫩嗎 很嫩 我覺得很... 在哪裡 重點還是在那個醬料 黃靖倫到底在哪裡 到底在哪裡 在哪裡 在內服 大衛來自於哪個節目 來 手伸出來 我還沒打妳在那邊 擠個什麼勁啊 那個... 王牌大見諜 請問答案正確嗎 算是正確 什麼叫算是正確 可以打一半 因為呢 其實我真是... 妳多說什麼啊 妳就對妳這樣真是... 是... 舞女是我的那個啊 主打歌啊 是... 剛剛那個烏露有沒有 跟我唱的有什麼不一樣嗎 就是... 就是比如說那個鼻音的... 鼻音應該要閉起來 對 不是 我的那個 沒有 我覺得說 好... 潛意 如果是... 就是妳有喜歡過仁妻嗎 姐姐 對 姐姐可以接受 姐姐可以 所以妳心中不會一直浮現 什麼老女人啊那類的 那妳看到徐希弟的時候 是什麼感覺 妳很帥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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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我這樣拍妳 抓空在場舞台 對 我們今天有要把妳改成比較... 比較陽味嗎 對...我喜歡小艾斯那種感覺 她哪有質感 也有 誰跟你說沒有了 郭靖的偶像其實是小萱 對啊 真的嗎 還可以妳要講我 妳在那邊看我 是不是 其實小萱耶 對啊 我覺得范小萱常常聽人家講這句話 沒有在在乎 范小萱喜歡她族情 算是比較偏門的啦 你剛剛說族情嗎 對 我跟你講 S 我發現你們姐妹濤 很喜歡糾正人家發音錯誤 得過金頭角也會有口音不行嗎 對啊 可是有到那個位 我不知道她可以演得這麼好 那個眼神的語言跟那個表演 那個方式還不錯喔 可是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她眼睛太大顆了 所以她如果要閉起來的時候 會變成是有近... 她在閉嘴... 所以妳剛剛... 妳有沒有發現柯里柔 真的很喜歡嫖蟲 她已經好幾次來 我們節目都是穿... 點點... 真的嗎 對啊 妳到底收藏了多少 點點的洋裝啊 我都沒有印象耶 不過敢穿點點很了不起 因為只要稍微不對 就會變歐巴桑 是 可是今天S穿的也很像歐巴桑啊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不過今天不要再拍她了 好可憐喔 還有一位是說 湯本來不要錢的是妳嗎 沒有 被責任前那個 是妳喔 在哪裡 在韓國 妳怎麼知道那個湯不要錢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第一次去 然後是完全沒有規劃性的出遊 就是我跟我姐妹淘 然後突然吃晚餐 然後吃一吃就說 我們都沒有一起出國過 我們之前不是說要去香港什麼的嗎 她講什麼說 那是後面 我就跟她說 我覺得Malove已經一頭霧水 想說 當時她是在場嗎 她就被告知這麼多事情 我在心裡在想 我有去韓國 再驅快一點妳講故事 妳太細了 那妳明天要不要 就是我們一起去韓國玩 她就說是嗎 那我們就打給那個旅行社說 我們想要明天出國 從到韓國講話 妳很辛苦喔 妳很辛苦喔 最後一位那位沐欣賢小姐 她也非常的瘦 但她身材非常好 所以妳到底覺得是怎麼樣 是真正的標準身材啊 如果妳這樣都算太胖的話 因為我不高 所以至少要像他們 譬如說有168 170 那種女孩子 有點肉氣我覺得好看 可是我們160出頭的女生 如果你又 看點妳從來沒有想過 要來把妹嗎 沒有啊 對 因為妳在燜鍋那邊 也很專心的工作啊 對啊 我以前也沒有想過說 進演藝圈啊 就是不然妳進來 妳有把小孩子 在妳腦中發光過嗎 不可能 我們太尊敬她了 是一種敬畏 所以我的身體對妳來說 是沒有任何的吸引力 完全沒有 就是一個 等一下 不是 就是很尊敬喔 發光我快點 不用... 不用求全愛妳發光 不是 製作者 感谢观看